今天以Sail本身是沒有辦法寄E-mail的 它沒有這個功能 那Outlook可不可以?Outlook絕對可以 那可是前提就是你要第一個 你電腦裡面要Outlook這東西 不過應該很多人現在已經沒有在裝Outlook 但如果你有安裝Outlook 第二個也要設定好相關的郵寄 就是你的相關的訊息 你不會說你裝了像我這一台有裝 可是我也沒有去設定 比如說什麼POP3 主要是SMTP 就是寄信的連接伺服器的部分 那如果這些都設定好之後 你要寄信 非常的簡單 比如說你可以在上面寫完之後 然後再寫一個Call 我這邊的話就是呼叫 也許我把它分開來寫了 你可以寫一個什麼Call Call哪一個呢? Call下面這一個 我把這個叫做用Outlook郵寄好了 比如說我就把這一段程式把它搬上去好了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不是固定的 你不一定說一定要按順序寫 然後你可以怎麼 Call它 把這個名稱 複製過來 然後這樣的話 就可以直接呼叫它 比如說你已經做好了上面 就是把它放在某一個儲存格 有E-mail信箱 那再來怎麼樣去郵寄呢? 接下來就是用Set的方法 特別注意喔 因為本來我們Excel裡面是不能夠E-mail的 那如果我說你要能夠達到E-mail的這個功用的話 你必須用個Create Object 就是 意思應該看得懂嗎? Create Object 就是產生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就是把什麼Outlook 當成Outlook Application 意思就是把Outlook拿來用的意思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Set這個地方就會產生一個什麼? OutApp 這個名稱是自己可以取的 你也許可以取其他名稱都沒關係 另外的話呢 再利用這個元件喔 因為產生這個物件 裡面有個方法叫Create Item Item的話後面有個編號 一般預設是0 假設你一封信的話 編號從0開始 然後呢 可以Create一個Item 就是你要寄信的這個項目 然後呢 就會產生一個Set的一個OutMail 對不對? 那利用這個OutMail 這一封信 就有點像是你打開Outlook 這一行有點像是你打開Outlook 只是說它沒有畫面 它是在背後做 第二個是什麼? 你新增一個郵件 這個動作有點像 那你按下新增郵件 那第三個你要做什麼呢? Wiz意思就是說 Wiz是說底下的開頭 後面都一樣是這個 所以我們就是用Wiz開頭 Wiz就是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點 其實這樣就是Wiz的好處 就是前面都叫這個 可是如果都叫這個 感覺好像有點重複了 你可以用Wiz開始 Wiz這一個 把這個放在點前面 點前面 OK 然後一定要給EndWiz 那裡面要做什麼呢? 我們第一個就是要寄給誰 那寄給誰的話 我們資料的原因是從哪裡呢? 就是從文字累加 這個工作表 所以你特別注意喔 要先告訴他說 你的資料是在哪一個工作表 不然的話呢 他會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這個文字累加這個工作表 點什麼Range Range Range就是C欄底下最下面那個 不是就剛剛我們產生那個嗎?對不對 然後呢 就會2 當然如果你不是 你要密件 CC 或者是用BCC的話 你用BCC的話 就是說 別人看不到 其他人的Email信箱 所以好像我比較建議 你可以把它搬到這邊來 上面清空 OK 這個你想 你們自己調整 我想應該 它有點像是抽象的 還有一個新增郵件 上面你要填什麼 然後Subject就是那個 就是你那個主旨嘛 對不對 裡面給它一點東西 也許你這個地方 可以從某個欄位裡面取得 比如Range A1 比如某個東西 然後在Body Body裡面就是你要放什麼文字 也可以從Range 哪一個儲存格 自動去抓到 也許可以串接之後 產生結果也沒關係 然後Attach 就是你要 Attachment 就是這個地方你要不要加一個附件 然後一樣的道理 那當然你這邊有一個Add 後面可以加上某個檔案 寫法大概類似像這樣 不過這邊有個單引號 就是把它暫時關起來 然後最後加一個Display Display之後會不會秀一個什麼東西 這個因為我沒有實際上試過啦 不過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它已經試過了 寄給我的 然後End with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寄出去了 所以如果你們公司裡面 還有在用Outlook 或者你自己還有在Outlook的話 回去真的可以試試看 看看寄給自己會不會OK 如果OK的話 哇很好很方便 以後的話你要寄一大堆信件的話 很方便嘛 你還可以跑個回圈 自己幫你全部寄給那個 有沒有 跑回圈的話 比如說你這個To的話 後面加的那個Email 有沒有 你可以抓某個儲存格 反正誰寄給誰 這樣的話不就可以自動寄一些你想要寄的信件 這個其實還蠻可用的喔 而且你沒有任何的太多東西 就是這些而已 程式也不多嘛 不過我是有把一些東西不必要的把它砍掉 因為它寄給我的時候其實也蠻多的 不只這些啦 不過我想應該這樣應該可以Walk 如果有興趣同學 所以不妨可以把這個 我把它放在這裡好了 因為它寄給我是這麼多啦 我覺得有些不需要的我把它砍掉了 然後我把它放在我們的這邊好了 OK 就把它貼上去 所以這個時候就把它放在我們的白板上面 然後我再把它做一個外掛這邊 一個Call Pretty 我覺得這還蠻好用的 因為我本來貼上去是沒有顏色 都把它加一點顏色 另外每個開頭我都會把它加一個這個 這樣清楚啦 一個 兩個 三個 OK這一段 如果有需要的同學 就把這個搬過去 踹踹看 千萬謹慎實用 你不要用得很開心 一直記 可能最後你的信箱會不會被封鎖 或者是說變成垃圾信件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OK 好 如何利用什麼 Outlook幫你記信 這個還蠻實用的 好吧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回去可以試試看 如果有相關的問題 可以再提出來討論 沒關係 那這裡這個範例裡面 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其實以後 你們有外部 本來Excel不能做的事情 通通可以利用Create Object的方式 來產生 就是把外部的那個 某個你已經安裝好的這個程式 把它怎麼樣 叫到Excel裡面 幫你做事情 是沒有問題的 OK 像Outlook Outlook可能用的比較多 還有其他的 甚至是外部 像控制某一個機器 比如說外部你有個分析儀 然後分析出結果出來 你要把它直接load到Excel裡面 當然也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這個以前我們有做過類似的動作 也可以把外部的大量資料 拿到Excel在做分析 所以其實我覺得 VPA在擴充性來說 其實我覺得也蠻大的 OK 這裡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好